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结束最后一项比拼 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这一跳三个裁判都给出了十分的满分 称得上又是完美一跳 最终全红蝉3.9分之差西败 五轮总分411.45分获得银牌 当然 陈玉希与全红蝉谁获得冠军都不让人意外 毕竟实力在伯仲之间 接下来还是多战世界杯的比赛 我们期待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吧 本次蒙特利尔战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最终中国跳水队包揽了全部金牌 以酒精一银二同完美收官 话说如何评价现在的全红蝉与陈玉希呢 必须承认 两人都是跳水天才 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们先看全红蝉 全红蝉在此一最后一跳后 陈若霖对他的指导展示了严厉的一面 直言还好最后一跳表现不错 不然400分都差点没上去 可以听到 陈若霖的确如全红蝉之前所言 有时还是挺严格的 或许是太要求完美了 陈若霖在所有比赛结束后 发了点小脾气 而受到批评的全红蝉也相当委屈 必须承认 当奥运五金王指导世界纪录保持者 这可能才是常态吧 毕竟如果陈若霖与全红蝉不追求完美 怎可能有如今的成绩 亚运会 市井赛先后夺冠后 陈若霖与全红蝉还没有放松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全红蝉的表现虽然起伏较大 但他的潜力无疑是令人震撼的 据网友总结 本战再次完成六个十分后 全红蝉出道后三年后 已经完成了158个十分 这位只有16岁的年轻选手 所展现出的实力令人惊叹 没有人能够确定他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未来还能创造怎样的奇迹 全红蝉目前的目标 自然就是成为载入中国跳水历史的超级运动员 我们再看看陈玉希 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同样是面对外国记者英语采访 全红蝉被突如其来的英语提问问猛了 连忙找翻译 相当可爱 与此不同的的是 陈玉希进步神速 已经可以独立全英语问答 接受采访了 两位中国跳水队的杰出选手 彼此之间的差异 在于成长背景和职业取向 全红蝉出生于农村 从小就体会到家庭的艰辛 因此 他心怀感恩 怀揣着改善家庭生活的愿望 选择了跳水这条艰辛 但充满希望的道路 他的成长历程 充满着汗水和坚持 每一步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是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而陈玉希则是跳水队的另一颗明珠 从小就备受重视和培养的她 不仅在跳水技艺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她拥有着超乎常人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一员 她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更是队伍的骄傲和门面 或许 在未来的岁月里 陈玉希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时刻 也就是说大概率肯定不仅只限于跳水了 她已经着眼到了国际舞台 当然 两人的成长之路不同 但共同的目标 是为了中国跳水事业的发展 和国家荣誉的增光天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